好 接下来要小心屏东校园的这个怪叔叔 他躲在楼梯间 说是要帮小女生量身高 把女生给吓坏了 这个男子的年纪大约是30出头 戴着眼镜看起来丝丝稳稳的 但是行径却是非常的怪异 校园监视器里一名男子快步离开现场 只见他年约30戴眼镜 短头发背着背包 穿着运动上衣和牛仔裤 看起来相当斯文 但他却趁一名女学生落单时 询问对方的年纪和身高 女学生回答不知道 他就说好那我帮你量 总是要把女学生带进厕所 让他大受惊吓把腿就跑 受到惊吓 当然在教室小孩子还小就哭 那老师也询问说是什么事情 那老师马上就跟我们通报 这名怪叔叔出现在屏东一间国小校园里 除了四处游荡外 还借故跟学生搭讪 甚至做出不当举动 校方已经报警处理 并加派七代一和校工加强巡逻 有没有请到你们说要小师 有啊 如果有人要问我们 要不要做什么事的话 要小师不要跟他讲话 小朋友在校园里活泼玩耍 看似脾气的校园 现在却惊传出现怪叔叔 尽管没有传出血统受害 但人还没抓到 校方学生家长都已经出现恐慌 这位新闻张春华陈世勇 引咚探报道 加油 好 好